嘿,大家好,我是从18年开始学习制作自媒体视频的,就之前有一些摄影拍照的基础,对视频制作算是一窍不通,通过将近三年多200多期自媒体视频的制作和学习,这个过程中呢,走了一些弯路,那也学到了一些经验,今天的这个视频呢,就想去做一个总结,给大家来分享一下,那我的自媒体视频制作流程,首先呢,是拍摄前期的准备,我会先思考这个视频内容的主题,就刚开始做视频,那这个步骤呢,经常会被我忽略或者是简化掉,现在呢, 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,就如何让视频选题更好,内容更丰富,我会综合考虑自己想做的内容啊,产品的本身,以及结合我自己的使用体验,那观众喜欢的那种成本控制啊,视频类型等等去做一期视频啊,就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,持续创作和深度化内容呢,是一条这种必由之路啊,但是这也,其实会增加创作者的经历成本,就如何平衡好这点呢,其实也是困扰内容创作者的一个问题啊, 内容创作呢,总是一条这种痛病快乐的道路啊,确定好选题之后呢,我会花时间来了解我要做这方面内容的相关知识啊,比如评测类的视频呢,我就会去多去使用和体验产品的功能,教程类的视频呢,我就会通过学习实践啊,吃透这个知识点,这个过程中呢,我会用备忘录啊,或者是四位导图,开始写这期视频的内容的大概框架,大概感觉准备的差不多了, 就会开始写稿,写稿呢,其实是困扰我蛮久的一个问题啊,曾经有一段时间呢,我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去写稿,对于我这种不太擅长写的人来说,写稿呢,简直就是一种这个痛苦啊, 就直到现在呢,我已经写了很多期了,我仍然会觉得这个文案是最困扰的问题啊,小文案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思路理清楚,能把很多想讲的东西都讲清楚,这样拍的时候呢,就很有效率啊,早期拍视频的时候呢,基本上就是脱稿的嘛,想到哪里去,讲到哪里,结果就是废话太多,那框架混乱,后来呢,我就开始尝试写稿啊,开始什么也写不出来,那就逼着自己写,不过写出来呢,还是有很多的废话啊, 后来就慢慢注意到这个文案整体的这个框架和节奏,那这个过程中呢,就是不断的去写才能提高,最后建议大家呢,在写完稿之后呢,不要急着去订稿,就是我每次重新读呢,都会发现有需要改的地方,等订稿后呢,我一般情况下呢,会去搞一个分镜表,自媒体视频的分镜表呢,其实就是这个build的部分啊,比如在介绍某款产品的某个功能的时候,就可以把产品的功能展示拍出来,就加到这个视频里面,这样的视频才不危险的, 单调啊,这个分镜呢,跟电影工业流程里面那种画的那种分镜还不太一样啊,这个只需要把你文案里面的那种文字啊,用镜头的语言表输出来就可以了,那用自己懂的语言尽可能详细的写出来,这样在拍的时候呢,效率就会提高啊,文案和分镜都准备好后呢,就会开始拍摄,其实拍摄这部分呢,我在确定主题之后,就会考虑拍摄一些相关的素材, 比如之前评测那个名机的SW70C啊,对比优派的VPS68的时候,在我暗和分镜出来之前呢,我已经拍摄了开箱,更换显示器,使用校色软件给屏幕校色的环节,虽然就是不一定能用得上,但是针对要拍的主题平时多注意积累啊,就可以在剪辑的时候呢,素材会更丰富一些,就只要有些呢,就有时候一些手机拍摄的素材呢,也能帮着大忙。 那对于大部分的单兵自媒体视频创作者,就我认为有这个画面呢,要比把画面拍的好看更重要啊,那素材准备的差不多呢,接着就是剪辑,剪辑其实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,就只要不断的学习和练习啊,就理解剪辑的基本原理和熟练呢,掌握各种工具的用法,那剪辑的这个思维和效率呢,就会越来越高,就关于剪辑的基本原理啊,就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,叫剪辑的语法,不过书里面的内容呢,还是更偏向于这个电影的剪辑手法, 自媒体时代的视频剪辑呢,在一些方面会更加开放一些,但是归根结底啊,那剪辑呢,其实就是为了服务内容,吸引观众,就是把剪辑的这个基础打牢,才能紧上添花,剪辑的工具呢,我主要用的是Mac OS系统上的Final Cut啊,我心目中的最佳的软件啊,因为我的视频呢,大部分的内容呢,都是前期构思好的,所以在剪辑的过程中呢,还是比较枯燥的,就提高效率就显得比较重要,那前段时间呢,我上手了一个剪辑神器Toolbox啊,就使用有几个, 就感觉还是很有创意的,就这个完全就颠覆了,我之前使用这个快捷键提高效率的一个模式,就再复杂的快捷键组合,只要在这个上面呢,就一个键呢,就可以搞定了,那转轮的设计呢,也很有意思啊,就放大缩小,精确到每一帧的调整, 缩链使用这个之后啊,我对粗剪的时候,这个剪辑的效率提升呢,还是很大的,那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,我会给大家来单独出一期视频呢,讲讲这款产品啊, 接下来呢,是调色的流程啊,调色呢,其实很多朋友会比较关注的点,就我自己从摄影拍照到视频的创作,都在调色上花了不少的精力去学习和实践, 就走了一些弯路,调色呢,其实就是这个输入到输出的过程啊,也就是你用什么设备拍摄啊,你自己用什么设备监看调整,别人用什么设备来看你拍的内容, 那别人用什么我们管不了啊,就目前目前网络上几乎所有的视频呢,还都是这个REC709的一个标准啊,这个标准呢, 其实还是比较低的,就不管你用什么设备拍,最终上传到网络上啊,都会被压缩到这个标准,就我目前用的拍摄设备呢,是索尼的ATM4HC这样的啊, 就常用的是这个HLG的模式,那有一定的这个后期调整空间,那调色监看我用的是这个前段时间呢,升级的那个名剧SW70C啊, 用这台设备监看自媒体视频的调色,说实话其实有点大材小用了,这是一款非常专业的摄影显示器,那有99%的Adobe RGB和100%的SRGB啊, 选择这台显示器呢,主要是自己平时有摄影拍照调色的一个需求啊,自己也喜欢研究一些色彩的方面的内容啊,那这台显示器呢, 使用OSD的控制器上的快捷键啊,可以快速的切换Adobe RGB和SRGB的色彩空间啊,方便针对这个视频和照片的调色选择不同的这个色彩空间, 对色彩有要求的小伙伴啊,也建议定期使用这个消色液啊,对屏幕进行消色, 很多小伙伴在早期调色的时候呢,就喜欢把这个色彩调的丰富而浓郁啊,就也是套各种辣特,颜色和怪异, 那这也是我早期走过的路啊,那其实自媒体视频大部分情况下,我们只要保证啊,正确的曝光和白平衡和适当的这个色彩倾向性就好啊, 就我自己后来呢,就是用HLG拍摄后,基本上就是还原曝光就完事了啊, 除非去拍一些这种商业的小短片,我才会花更多的精力在这个调色上, 那另外呢,如果是多个设备拍摄不同的素材,就建议在还原曝光后啊,就适当加一些色彩倾向性的辣特, 这个可以保证啊,素材观感上的一个统一性,那调完色呢,我会根据情况呢, 给视频加一些背景音乐或者是音效之类的啊,这块建议大家平时搜一些自己喜欢的无版权的音乐, 或者是可以直接用一些付费的音乐,其实我后来考虑到这个版权的问题, 也很少在视频中添加过多的这个BGM啊,另外呢,有的时候我也会使用这个Knot来制作一些简单的视频动画的, 让视频的内容更丰富一些啊,视频到这里呢,基本算是完成了啊, 最后会渲染输出并且给视频添加字幕啊,整个流程呢还是非常繁琐的, 就是对于个人创作者来说啊,我们不一定能够在每个环节都做到最好, 但是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,熟练掌握自己的工作流程, 改进工作流程啊,找到适合自己风格的工作流程啊, 这样我们就能创造出更好的内容, 那最后还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啊,就是好的工作流程是可以提高视频制作的效率的啊, 但是一定程度上也会限制创作者的一个创作啊, 就当我们非常熟悉自己的视频制作流程的时候, 就也就走到了这个创作的一个舒适区, 就如何打破舒适区才创作者应该更加关注到问题啊, OK那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,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啊, 我们下期再见了,拜拜!